刚刚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 听了妈妈男朋友去世了 她说 我老婆老婆在这里 我老婆婆说 不叫我 我妈妈不叫我 她就死了 她说 因为如果说 她可能会明白 她不舒服 这个老头跟老丈母娘在一起有好多年了 我跟Tina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那老头就跟那个老丈母娘在一起 跟Tina妈妈在一起 都有五六年了 十年了 老头还行 还挺好的 我去俄罗斯的时候 就那么大岁数的老开着车 带我们去商场 去动物园 挺好的 我去俄罗斯他真的挺好的 但是他有点 脾气不好 跟他闹了 哪个人都有脾气 你妈妈脾气也不好 你妈脾气也不太好 然后Tina过生日的时候 还给Tina发信息了 说生日快乐 然后之前我们家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好多的照片老头都留着 是吧 给Tina发过来 我现在有点不高兴 然后Tina有事耽误了没回上 然后他可能那天晚上 那天发文信息 晚上或者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吃的 大家伙发现的时候都去吃好多天了 可能那天晚上或者第二天 那个老头就不舒服 心脑血管的疾病 然后就自己死在床上了 是吧 所以你看有些事情我们不做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是不做的话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是不是 别哭了 你妈也非常伤心 刚安慰完老丈母娘 哎呀 人生无常 嗯 不哭了